由杰城中视精彩传媒集团出品 李承炫 林鹏 朱子霄 李心爱 楼宇建 黄孟盈 任山 李明等 连妹主演的民国齐情乐恋大戏恋恋却歌正在热拍中 8月3日该剧在上海举行了首次媒体探班活动 该剧以复古港督老上海为背景 讲述了民国年代流法归来的歌剧明星司徒恋和大家闺秀秦可欣 因误会结识坠入爱河 却被执迷于伦理风俗的老古板秦妇棒打鸳鸯 可欣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军伐二代 钟天耀从小对可欣情有独钟又与司徒恋成为挚友 但面对共同喜欢的女孩天耀却渐渐迷失本心 变得心狠手辣异常残暴 不惜兄弟反目陷害司徒恋 华灯初上的上海滩响起一首唱不完道不尽的恋恋却歌 一场旷世击美的悬暗虐恋拉开帷幕 正值李承炫林鹏拍摄一场浪漫唯美的午后常温戏 李承炫一展复古绅士儒雅风度 林鹏则化身痴情千金与心上人一一惜别 采访中李承炫自爆现在拍亲热戏都需要向其微报备 要的所有的亲热的戏身体接触的戏都是要报备的 真的 有没有报备过之后会同意说可以看这些 不会的 七哥是挺大方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只要是我也是 他要告诉我我也要告诉他 互相知道就好 借浙江卫视的真人秀出发把爱情 李承炫七微夫妇人气飙涨 外界对二人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 李承炫透露自己刚刚和七微庆祝求婚成功一周年 而谈及爱女李承炫感叹 因为工作关系不能见证女儿成长十分遗憾 不能亲自在他身边确实是有一些遗憾 但是我们都考量过还是这样会比较好 在被问及会不会考虑给Lucky订娃娃亲时 李承炫表示 不不不不 我觉得这个我们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没有权利指定他要跟谁在一起 这个我觉得他长大了以后 我们作为父母只能给他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让他做最优的一个选择 不能给他安排好他的未来一定要跟谁